蝸牛是法國料理中的經典菜色 也是美容市場上可以做成化妝品 保養品的原料之一 非洲國家土尼西亞看上了蝸牛 這種可以吃也可以使用的 雙重商機 開始積極投資並且促進相關產品外銷 潮濕的木板上 聚集大批的蝸牛縮在殼內 這是非洲國家土尼西亞境內 一處蝸牛農場 農場主人羅姆森站在網子前 仔細確認蝸牛的生長情況 羅姆森原本在學時是專攻電子工程 畢業之後卻做了12年的行政工作 2014年他決定轉行 投入繁殖蝸牛的行業 由蝸牛身上提取出的黏液 還有膠原蛋白跟玻尿酸 抗生素等能夠讓皮膚細胞再生的化合物 因為這些成分有助於皮膚補充水分 淡化皮膚皺紋跟疤痕 因此土尼西亞當地一家化妝品公司 在做了四年研究之後 決定用這種黏液生產相關產品 除了化妝品原料 蝸牛肉也能夠食用 由於蝸牛肉營養豐富 含膽固醇低又有高蛋白質 因此受到了許多國家歡迎 在土尼西亞 一盒十隻蝸牛的售價是3.5美元 相當於105元台幣 蝸牛能夠兼顧美容跟食用的功能 因此土尼西亞農業部提倡民眾養殖蝸牛 協助投入養殖業的民眾 促進產業發展跟相關的產品出口 也造成了許多民眾 轉業投入養殖蝸牛 掀起了蝸牛農場的蜂巢 目前蝸牛的相關產品 除了在土尼西亞本地銷售 許多養殖業者也已經把他們的產品出口 走到了意大利跟法國等歐洲市場 頗受各國民眾好評 記者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